大家平時在醫藥房或醫院診所取藥時 都會發現無論是藥袋、藥瓶或藥盒上 都會貼上藥物的標籤 通常藥劑師或配藥員都會簡單地講解 它的作用和服用方法 但有時病人需要服用很多種不同的藥物時 會很容易將這些聽到的資訊混鬧 而病人有時回到家也會把藥物放入藥盒上 這樣就會把引有標籤的藥袋丟掉 其實藥物標籤上包括了很多重要的資訊 要安全和有效地使用藥物 病人的遵從也是非常之重要 首先藥物標籤上會有病人的聲明 保障這些藥物配發給正確的病人 而病人回到家也會知道藥物是屬於哪一位成員 而第二就會有醫院、診所或藥房的名稱 相信不少的病人都可能會在不同地方拿藥 如果有需要的話 病人或醫護人員都會知道藥物的來源 他們就可以容易知道應該去哪裡查詢相關的資料 而第三就會有藥物的資料 包括藥物的名稱、劑量和劑型 主要就是讓病人或醫護人員去辨識這個藥物 了解他們現時用藥的情況 如果病人有需要轉換醫生 又或者是吃完藥出現一些不良的反應的時候 醫生都會清楚知道藥物的名字和他們的份量 就可以作出適當的處理 而第四就是一些服藥的指示 包括一些藥物的服用方法、次數和份量 讓病人可以有效地使用藥物 而第五就是一些處方的日期和藥物的數量 方便病人翻查處方的日期和數量 就會知道自己有沒有正確地使用藥物 又或者有沒有忘記吃藥的情況出現 而最後就是一些服藥的輔助指示 包括一些可能需要特別的服用指示 又或者是儲存的方式 又或者是可能有些藥物上面的禁忌 是需要病人多加留意的 所以藥物標籤上面的資訊是非常之重要的 我們必須要了解清楚上面的指示 這樣才可以安全地使用藥物 醫生會根據病人的情況去處方一些藥物 服藥的次數和時間都會因為不同的藥物 會有不同的 主要就是根據藥物的特性和它的作用時間 如果食藥的時間相隔太久的話 它的藥核有機會不夠覆蓋全日 如果相隔太近又會有機會有副作用的出現 所以將從藥物標籤上面的服藥指示 就會確保藥物是得到最佳的吸收 發揮到它最大的效用 以及減少副作用的出現 通常我們會建議病人以24小時作為一個單位 就可以將食藥的時間平均分配 就可以令到藥核可以穩定一些 通常藥物標籤上面會分了兩種的寫法 第一種寫法就是每日服用多少次 第二種寫法就是每次相隔需要多少個小時才吃藥 簡單來說 每日一次吃的藥就等於每24小時吃一次藥 病人可以根據他的生活習慣 去固定一個時候吃藥 而每日兩次的藥就相隔12個小時一次 例如一早一晚 有些藥可能需要吃到每日四次 這樣我們就盡量叫病人安排不影響睡眠的情況下去吃藥 即是早五晚和臨分前 有一部分藥物都會有些特別的指示和建議的服藥時間 主要都是根據藥物的特性和配合我們身體的運作而制定的 例如一些減少胃酸分泌的胃藥 我們會在標籤上面見到需要胸肚腹 這些胃藥最理想就是在餐前30分鐘吃 因為胃酸是在我們吃東西之後分泌的 而這一種胃藥去到這個時候 體內的濃度就可以達到最高 就發揮到最高的效用 其次就是可能一些是他丁類的降膽固醇藥物 如果可以安排在晚上吃藥的話 可以更加有效控制我們人體去製造膽固醇 對於一些可能會引起腸圍不適的藥 如果我們在吃藥之前吃少許東西的話 是可以有助減輕不適的 所以在標籤上面會見到餐後服 又或者飽吐服的建議 例如是亞士匹齡 又或者一些雷固醇的藥物 所以在吃藥之前 我們參考一下標籤上面的指示 了解一下它的服藥時間 如果有什麼問題都可以買一問藥劑 偶爾也會有病人說他自己忘記了吃藥 又或者是錯過了吃藥的時間 一般的藥物我們會視乎間隔的時間 用對半的劃分方法去決定 還要不需要補吃藥的 例如病人原先 應該早上八點鐘 晚上八點鐘吃藥的 相隔十二個小時 而早上那次忘記了吃藥 我們會建議如果在六個小時內 寄起也就是下午兩點之前寄起的話 他還可以補吃藥的 但如果寄起的時候 已經和下一次的食藥時間太近的話 就不需要補吃藥的 只要正常時間吃藥 千萬不要在短時間內 食用兩個劑量的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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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